大家好,呆着也是呆着啊,给他彻彻显片 彻彻这个明星八卦是吧 我们的帅呆了的吴老师啊,吴一凡老师终于 获得了西包子的亲子的接见啊 给他搞了一个13年的有期徒刑 然后把这个监狱的有期徒刑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在屈州出京,真是一声叹息啊 你说这个吴一凡这个人,他既没有抢劫,也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税 没有,你看他那个罪名就是说他强奸妇女 强奸妇女这个东西是最好判的啊 所以你第一你要有证据,第二你要有证人 第三你要有各种旁,就很容易取证的一个事情 是全世界最好判的这个案子就是强奸罪 结果呢又没有 整个法庭的没有出现一个女孩子,一个都没有 从头到尾在指控他 说他犯强奸罪啊,是不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 你告诉我,你说习近平犯强奸罪,我倒是真相信 因为习近平这种东西他就这样啊 他们说这个习近平在做这个厦门的副市长的时候 有一次去餐厅里面 是吧,不是的,是在厦门的还是在北京啊 是袁空斌说的吧,是在北京 是在北京 两个人到大冬天,一个人裹着个军大衣 然后就憋着一匹毛的友,就跑到一个餐馆里面吃饭 两个人就对着一个人一半啊,就把他给分了 就一边喝喝的就醉醺醺醺的 哎,这时候就来了一个服务员,一个女孩 也肯定也不咋地,是不是 但是习包子就是醉眼朦胧 哦,屁股怎么这么大呀,是不是 怎么这么好看呢 过来让爷亲一个摸一把 是不是,就是去搞这种事情 还是摸了就算了呗 还要把人家的小姑娘带到后面的那个小房间里面 去当场救八王一上公 这个姑娘就哭起来了 就喊老板,老板救他 这老板也是挺有意思啊 也不管你是谁 是不是,就叫了几个厚厨的伙计 然后对这个细胞子一通暴打 是不是,还有袁空边一通暴打 打的是包头鼠窜 这属于强奸嘛 是不是,强奸未遂嘛 这是,因为有证人呢 你看,有这个小姑娘作证 还有袁无敏作证 是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老板 是不是,那完全判一个 判他一个 三到五年有期头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 包子这个人他就这样 但是人家无一反 我跟你说实话啊 你说他有强奸罪 对我打死都不行 真的 为什么呀 他又帅又有名又有钱 姑娘们 中国的姑娘都是拜金主义 中国的女孩 年轻女孩都看见帅哥都是卖不动腿 真是恨不得给吴亦凡下点迷药 然后呢 两个人在迷迷蒙蒙之中 跟吴亦凡有一个身体关系 是吧 不至于的啊 不至于他要强奸的啊 别说吴亦凡就我这么一个人 你让我这辈子去犯强奸罪 我什么罪都可得犯 但是强奸罪 这个这个罪我真不会犯 为什么呀 我大不了就是我如果上一次想想 对一个女孩有兴趣 我说哎呀 要不我们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 如果他告诉我没兴趣 没兴趣就算了呗 是不是 没兴趣走呗 因为我不缺这个东西是不是多的是 我抄起个电话就约另外一个女孩 这是我过去的见不得人的难事啊 我这个人有时候把自己的一点 见不得人的丑事都说出来的啊 我跟我媳妇都这么说的 他人家是牛逼哄哄的伟大的文学家 他知道人性就是这样子的 你演示什么呢 是不是 装什么孙子呢 所以你说让我这辈子 我有可能因为穷 我去偷东西有可能的 哎真的 我有可能因为这个在街上 这个叫怒见不平一生吼 啊 打打群架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要我说去犯强奸罪绝对不可能 我犯不着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还不在找你收费才好 我还不在卖银才好 我跟你睡觉你给我钱行不行 吴亦凡呢 比如我们这些人不是要优秀的 不知己许 他犯强奸罪不可能的啊 而且关于没证人 整个法庭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证明 吴亦凡犯过强奸罪的人 结果就活生生的 就给他弄了13年 我也不知道这个13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真他妈牛逼 啊 所以有很多话 跟大家随便扯扯了 就是中国真的是一个低端名利场 没意思的 混什么呀 是不是 哎 中国的那些破电影 那个狗屎样的 是不是 你看了韩国人 大韩民国的那个电影 那比较太好 是不是 他很有意思的啊 大韩民国的电影市场啊 就市场啊 一直就就火翻天 真的 你看他们国家的主流新闻 你会发现他永远有一部电影 或者是一部这个偶像剧在热播 那真是叫做万人空巷 人家是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庞大的 这么一个文化的电影的产业 水平高 他们自己的人就喜欢看 真是我很佩服 他们一共就这么点人 是不是 他们说今年中国 今年中国的电影 整个全国的 平方收入 全国这么大一块 加起来不到一千万 他们说 你有什么好混的呀 真是典型的低端名利场 这帮孙子也是活该 这个吴亦凡 你好好的 你是加拿大人 你跑到中国里混什么 他说你混一波就走呗 回去呗 是不是 建好就收呗 这下好了吧 每一个人混中国的地道名利场 都要遭报应的 包括我的那些个知识分子的朋友 舍不得中国那些破壁事儿 扯不得 那么睁着大眼睛的那个女大学生 你舍不得吧 总有一天你要你要 你肠子都毁清的我跟你说 哎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吴亦凡很不懂吗 说判了13年 然后要屈中输尽 还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大使馆的派人现场旁听的审判 是不是说这个判了以后马上就把他赶走 你想多了 现在把13年做满 13年以后这个吴亦凡都50岁左右的人了 啊 基本上就是就我这个年纪呢 还还混个屁啊 是不是 你加上你本来就是一个牙签 是不是 你以为你是黑人哥哥呢 估计那时候也民事也臭了 13年以后你钱也糟光了 是不是 你这啥也不是的 哎 一声叹息啊 我不是帮吴亦凡老师这个说话 我觉得这就是可怜之人比有可恨之处 但是他真 你要说他是偷税 我相信 要说他吸毒我也相信 真的 你说他是被犯强奸罪 我真不相信 为什么一定要死死命的强行的给他散一个强奸罪的罪名呢 我觉得真实的有意思啊 他们说北京这边的人其实都明白啊 这不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说本来吧 吴亦凡 就是 找一个明星嘛 是不是 因为跟加拿大这个事情有关嘛 当时是孟晚舟嘛 就要抓起个加拿大人嘛 吴亦凡因为是加拿大的国籍 所以就躺着中枪 就这么一个事 他是一个政治行动 他不是一个法律行动 关他一段时间 估计就放出来了 就回去 把他赶走就行了 不至于要做这么久的闹打啊 结果没想到包子里这次跑了去参加G20 跟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 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不愉快 是不是 闹到全世界都成了一个热点新闻 包子里气得个要死 心想擦 妈的你居然不给我面子 是不是 包子就不凉水一摊嘛 我们说的话你怎么能说个别人听呢 是不是 你怎么能说个媒体呢 你如果这样的话有话就说嘛 你如果这样那就不好说了 一字一说我要威胁你 威胁什么呢 是不是 难道你还真是把人家加拿大给灭了 你也没那个本事 是不是 难道你真的开着你破的什么什么 冒着柴油黑烟的航空母舰 去加拿大去搞一个加拿大一日游 开这么过去玩笑 最后就拿吴亦凡这种可年妈妈的小艺人 就是出气呗 他们说吴亦凡被搞13年 是包子里在这个印尼G20开会的时候 就定下来的事情 当时就很生气 就是要把这个搞几个案子 是不是 要要狠狠的给加拿大人一点言字 就是当众打你的脸 按理说你就没有证据 又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犯罪的前科 都没有 是不是 你最多也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不端 道德外患 是不是 破坏的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完了以后就是屈中出尽就行了 因为你不是中国人吗 是不是 不行 一定要给他判 就是要给这个加拿大的政府啊 一点颜色 其实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搞笑 就是像个细胞子 他就是像个小孩你知道吗 他就别看他70岁 他就是个小孩 就是义气用事就是赌气 你这么大的事情 你涉及到你的法 你的事情 你有事说事 没事 他就回去打炮 好不好 你搞这个有的没的干嘛 是不是 就是个小孩的耍脾气 你说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 你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这个知识分子 还是企业家 这是有多远滚多远 不要在中国混了 真没意思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 他们讲说这个什么呢 吴亦凡呢 的确呢 人见人爱啊 这个呢 的确端端着一把可怜兮兮的 看上去很瘦弱的啊 一把一个牙签牙签到处戳 戳 总有一天要戳出麻烦的啊 你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现在的女孩的底下 现在女孩那个嘴唇一转 是吧 全是谎言 没一句实话 你今天戳的个女孩 可能是对你爱的死去活来 是你的吴亦凡的粉丝 明天戳的个女孩说不定有着巨大的后台和背景 不要乱戳 我也一个这个臭不要脸的中国人渣 男人的这个过往的经历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乱戳啊 不要乱戳 你你实在想戳 你都要搞清楚 你不要 就你那个牙签 你戳来戳去戳多了以后 你想想吧 你到时候惹出麻烦 你会把自己戳出血的 真的 唉 你不知道哪个女孩背后有什么更深的背景 说不定她昨晚上刚跟另外一个习近平包子迪戳过 是不是 包子迪当时搞得挺高兴 觉得小姑娘这个美翻天 是不是 真跟你戳了一遍以后还挺想念 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 吴亦凡帅呀 是不是 虽然牙是牙切点 但是比包子迪长得顺眼点 是不是 爱上吴亦凡呢 说包子迪很难看 吃醋呢 男人吃醋 男人吃醋以后啊 会爆发出惊人的妒忌心和这个报复心 你真的不骗你 不要乱戳 北京人说的啊 说很有可能 吴亦凡搞的其中的某一个女人 也是包子里的小三 包子里宠幸国的人 这还得了啊 是不是 拿下 不枪毙你就不错了 所以有人说吴亦凡很难从监狱里走出来 说不定死在里面 先把你牙签给你割了 完了以后让你天天糊纸盒子 是不是让你挠动 最后让你再贫穷孤独啊 然后再给你搞点脑鼠腰 我以为搞点什么什么 黄旭美肃我以为 让你得一根根根根啊 宣告不治 最后你死之前把你送到加拿大 这就是你的结局 所以啊 年轻的朋友们啊 年轻的男人们 年轻的人渣啊 像我一样的人渣们 当然我是不会的啊 我是不会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搞这些事情了 真的 牙签虽小 要格外珍重 不要乱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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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